要下载的是雅虎股市的资料的话 那我想雅虎股市资料应该大家都不陌生 所以你们可以从雅虎股市里面去 去找一点资料 比如说雅虎股市 那雅虎股市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如果我要把雅虎股市 假设你们搜寻一下 或者到雅虎官网 雅虎官网里面的那个 你可以到首页里面 好像这边也有一个什么 首页里面你可以看到股市 或者你可以从这边进也可以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雅虎股市里面的什么资料抓下来呢 我希望把雅虎股市点击进来 里面的什么呢 当日行情 当日行情里面的水泥类股 假设我今天希望把水泥类股这个资料 帮我抓取到哪里呢 抓取到eSale 假设我们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如果我要抓取的话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资料 里面有个从web 我上里面讲过 如果说你要抓取那个雅虎股市的资料 你可以从web 那从web呢 因为他主要是帮你抓这个表格 因为他刚好是一个表格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 找这个表格帮我把它汇入到哪里呢 汇入到eSale 不过我之前本来好像用这个方法其实也就OK的 但是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雅虎 他知道每个人都这样做 而且eSale里面 这个方法很方便 所以他就做一些 阻挡的动作 所以我如果要把那个 水泥类股 把它找到当日行情里面的水泥类股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 汇入到 eSale里面的话 我就把那个网址 资料从web 倒一下 那因为他是一个表格 里面有Java School 按去 按4就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里面 会有一个表格 哪一个表格 下面这个表格 如果要汇入的话 那你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表格部分的把它打勾 然后汇入到eSale 但是以前都 这个表格